32. 承報 張兆輝拍戲《從沒想過獎項》 2015年7月22日娛樂、C04早前張兆輝與彭發導演 到馬來西亞為驚悚恐怖片《通靈六世古宅》出席記者會 女主角徐嬌恩有工作在身未能出席 兩位談到拍通靈最難忘的經驗就是在山西一座懇有歷史的古宅取景 輝哥表示,有一場戲試在水底拍攝 大家應該要長時間浸在水陰 但導演肯看出演員、拍攝時都讓演員來回上岸休息再拍 不過他有次不小心被人踢到一腳 當場一陣雲圓,幸好得現場工作人員立即跳入水中救援 才未有發生意外,輝哥增憑恐怖片《恐怖在線》在聖地牙 華歌獨立電影節奪得商料影帝 大家都問他會否希望以通靈在下一程 他笑言,拍戲以來從無想過獎項 若有二指示獎勵和鼓勵 反而今後接戲演出就要更用心和努力 問到他會否擔心被定認? 輝哥回應說,不怕,這剛口是個潮流趨勢 而他由子主要劇本適合,他願意挑戰任何角色 我會否擔心 就有機會 我們不是擔心 他是為何個潮流趨勢